小醉合破障 今次跟大家分享一宗 由100元变成170万的微型奇案 很多时候说完Good就会说Morning 不代表Good是有Morning的意思 又或者我们经常听到Hello Kitty 这也不代表Hello就等于Kitty 如果你在法庭上听到以上的话 你会觉得很生气还是好笑呢? 在2018年的东区裁判法院 在审理一宗微型案件的时候 裁判官就曾经说过以上的话 这一宗就是尼泊尔迹的女保安Kappert Commander 被控在2016年4月在大潭道过马路的时候 被的士撞到而飘空 留意 被告的不是的士司机 而是被撞的女保安 他被控的是行人疏忽小用道路 并危及自身安全的罪 也就是所谓的不小心过马路罪 而这一宗案如果被判罪名成立的话 很大机会只会被罚500元 但这一宗通常只需要一个上午 就可以结案的刑头小案 最终竟然是要用上一年半 合共91个审讯日才结案 而由此而衍生出来的 包括三次司法覆核 以及一次上诉庭的审理 最后还要由高等法院的法官介入 下令裁判官要尽快结案 在结案之后 还要为100元的保释金 令裁判官被索偿170万零8800元 而最后 驱逼法院的法官 又竟然真的批准这次罕有 向裁判官索偿的申请 即使裁判官指出 基本法是保障司法人员在履行职务的时候 是可以免受检控的 但驱逼法院法官仍然坚持批准这次索偿 今次我就是想和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为何裁判官在审理案件 都会被民事索偿 而法官又竟然会批准 甚至连基本法规定都可以自主不理 究竟为何裁判官下令被告缴付100元的保释金 会因而被被告索偿超过170万 原本只是被告不小心过马路的小罪 究竟为何要審91天这么久 这一宗比劳爸爸的襲击案 更加微型的奇案的来龙虚脈 究竟是怎样的 如果还未订阅记得订阅 记得按旁边的小铃 喜欢这一条影片 记得点赞和分享 引发这一连串诉讼 原本只是一宗交通意外案件 女被告是被控不小心过马路 控方认为被告自己冲出马路而被撞伤 但辩方认为被告被撞的时候 根本未踏出中线 只是的士越过中线而撞到被告 而且是用CCTV片段为证 所以辩方认为被的士撞伤 反而被控告是很无辜的事 而最后经过91天的审讯 最终裁判官裁定控辩双方的证供不可信 基于疑点利益归被告 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 究竟这一宗简单直接的案件 在长达一年半共91天的审讯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讲述长达91天的审讯过程前 我想解释一下 这件案的主角 何丽明裁判官 究竟是什么身份 大家知道 他就是主审中案的裁判官 而他的职涵是暂毁特委裁判官 是一个很窍口的职涵 其实是什么叫暂毁特委裁判官呢 首先所谓特委裁判官是什么呢 特委裁判官就是处理较为琐碎的案件 例如小贩为例 或者是小型交通事故的案件 由于这一宗案 就是一宗小型交通事故 所以就由一位特委裁判官 即是何丽明去审理 通常由特委裁判官去审理的案件 预计审讯期都只是一天半天 但由于何丽明任期已经满了 而且司法机构 并没有继续跟他续约的安排 所以就以暂毁的方式 延续去任期 让他可以完成这一宗案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又变成了一位暂毁的特委裁判官 而在暂毁期间 他的薪金是以日计算的 即是只要单案一天未完 他的暂毁任期是不会断 继续有良出的 换句话说 如果单案审100天 他的任期也会延长到审讯完结的那天 以上所说的 和这一宗案有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 应该是没关系吧 好 现在我们立即看看 究竟在这91年的审讯时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第一件关键事件是发生在审讯的第二天 即是2018年1月11日 由于在上午都不能够完成审讯 所以沿至下午2点半再开庭审讯 到了2点半所有人都到齐了 法庭的职员 裁判官、证人、律师等等全部都到齐 但尼泊尔直的女被告 就在2点31分才气冲冲地说到 站委特委裁判官何丽明就问他 为何会迟到一分钟那么多呢 女被告就说自己要去厕所 所以迟了 在这个时候 裁判官就好了 立即宣布要他给100元的保释金 保证以后都不准迟到才可以拿回这100元 当然被告就很不顺气 他立即提出司法复合 希望法庭可以推翻这100元保释金的决定 他的理由是以下两点 第一 被告今次是以全票形式被票控的 根本没有被拘捕 一个没有被拘捕的人 有何理由要交保释金呢 第二 由于现在被告交了100元的保释金 这就令到他等同于被拘捕 一中这样的案件 为何要将被告拘捕呢 所以被告认为裁判官在这案子里 根本是没有权利要被告缴交100元的保释金 这次的司法复合是驳回了 他认为裁判官是有权要交保释金的 但后来被告不服 高都上上诉庭 上诉庭就认为以上两点理据 至少在大致可争议的程度 所以就决定发回原审庭重新再审理一次 但在正式开庭审理之前 律政司突然在开庭之前一天 与被告签下同意书 将100元的保释金退回被告 司法复合案件就告一段落 当然不是因为进行司法复合 原本不小心过马路的案件也停下不审 其实两者原则是同步进行的 不过在不小心过马路案审讯的第二天 即是裁判官要求被告交100元保释金那天 因为辩方对控方的专家证人盘问还未完成 所以裁判官就要双分律师复时间逐审 我们知道 裁判官不同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审理的案件通常都是大案 所以同一个法庭在同一个时段里面 不会审理其他案件 但是裁判法院就不同了 裁判法院的审期是排到密质质的 例如如果你预计这件案是审两天的 在第三天就已经预早安排了其他案件 甚至有时预理一个半周 已经可以完成一件案 就一早已经安排了下午审另一件案 所以以一件不小心过马路案来说 法庭原本预理两天时间去审理 已经预松了 但是现在审了两天都未审完 第三天本身是预计了审另一件案 所以裁判官就唯有看看法庭 还有哪一天是有空档 然后跟双方律师夹下哪一天有时间回来续审 经过一轮商讨之后 终于在一月和四月 找到其中四天来续审这件案件 谁知在开庭的时候 辩方律师认为裁判官的态度好像很不公平 似乎有偏帮控方的嫌疑 所以就向裁判官提出 希望他可以主动退出这次审讯 那裁判官当然是不会认同 就是这样 原本身身复复夹回来的四天审讯时间 就是用来讨论 究竟裁判官有没有偏帮的问题 最后 裁判官何丽明是拒绝退出审理这件案件 所以他又要再看看法庭有什么档期 然后再跟双方律师夹时间再续审 终于 要到五月才可以续审 但在五月 审讯仍然未完成 又要再夹时间续审 结果是要到九月才可以续审 但九月仍然未完成 所以裁判官本来希望可以在九月和十月的其他日子续审 但辩方律师在这段时间已经没有空档 所以提议押后到十二月才续审 但裁判官坚持不肯 他一定要在九月和十月的其他日子续审 还说明除非律师有案件要上其他法庭 或者不在香港 否则他是不能遷就律师的时间表 就是这样 案件不断在裁判法庭空档的农落位的情况下 审讯到2019年一月 在足足一年时间之后 原来只是审讯了四十天 这个时候 审讯用火药味是越来越浓的 但重火药味的不是控辩双方律师 而是辩方律师和裁判官之间 是有很浓烈的火药味 在审讯的第四十天 辩方律师和裁判官争吵的时候 冲口而出说了一句 你是不是瘋了 在这件事发生了没多久之后 说这句话的辩方大壮 宣称自己已经被被告辞退了 之后代表被告出庭 就换成了另一个姓侯的律师 但虽然是换了律师 但裁判官对原本辩方律师的那句话 还是顶着道气的 所以裁判官在二月的时候 曾经宣称要向原辩方律师发出拘捕令 不过最后这个拘捕令也没有被批出 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既然辩方换了新律师 那火药味会不会没有支持那么大呢? 原来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裁判官和辩方的新大壮仍然是顺槍舌劍的 而且在争论的时候 经常都出现声搭声 甚至是斗大声的情况 有一次裁判官在庭上 重提辩方的前代表律师 问他是不是瘋的那件事 新的代表律师就说 人家都收回了有关言论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执着呢? 那裁判官就回应说 他是收回而已 他没有道歉 那辩方律师就说 收回就是已经有道歉的意思了 裁判官的回应就是 很多时候说完Good就会说Morning 那不代表Good就是Morning 又或者我们经常听到Hello Kitty 那不代表Hello就等着Kitty 那在法庭听到这些说话 的确真的不知道是好生气还是好笑的 那之后 辩方要求 传召多次以专家身份接受电台访问 亦经常被邀请做专家证人的工程师 劳国强作为辩方的专家证人 但当劳国强上庭后 竟然被裁判官質疑他的专家身份 而且还用了10天的时间 去讨论这个议题 最后 裁判官是拒绝接纳劳国强作为专家证人的身份 既然裁判官不接受劳国强作供 辩方便传召了劳国强 最后一名姓鱼的助理作供 这位证人在6月27日和28日作供 但两天还未完成 但7月没有当期再回作供 所以辩方便决定不再传召这位证人回作供 希望立即进入结案陈治阶段 辩方既然决定不继续传召辩方证人 控方当然不会反对 因为控方便宜得最好不要传召任何证人 但虽然控方不反对 但裁判官竟然反对 而且还因为裁判官的反对 法庭又花了几天时间去争论 为何不能不传召这位证人继续作供 最后 何丽明裁判官在7月10日下令辩方 一定要传召这位姓鱼的证人回作供 因此辩方又再提出第三次司法复合 因为辩方认为裁判官根本没有权力 何丽明裁判官是不适当的运用权力 目的只是想拖延案件 当然 高等法院的法官都认为裁判官的做法 是极不合理的 他根本没有权力去迫使变方 一定要继续传召这个证人 而且 高等法院的法官在判词那里还特别指出 案件之外的中交通意外 案情简单直接 可以用数小时或几天去审理 但至今已花了89天 我不是要指责任何人 但这个情况实在是浪费法庭的资源 所以本席希望何官要立即进入结案陈词阶段 不可再有言误 既然高等法院的法官也这么说 何丽明裁判官当然不敢不听 所以审讯就真的进入了结案陈词阶段 在结案陈词之后 裁判官裁定送变双方的证人都不可信 所以基于疑点利益归被告 被告是无罪释放的 至此 这宗案应该已告一段落才对 但原来还未完 还有后续 被告在事后立即作出两行民事起诉 首先 他在民事控告以下五个人 包括律政司司长郑若驊 控方负责检控的两位外聘大律师 以及两位负责这宗案的警务人员 他认为以上这五个人 是对自己作出恶意检控的 所以向他们的诉讼不少于六百万 但高院法官欧阳桂鱼认为 这个申诉是无理取闹 他认为负责检控的是律政司 并非两名警员 所以两名警员是不应付上任何责任的 而两名负责检控的大律师 由于是外聘的 没有权力终止审讯 所以也不应付责任的 至于郑若驊 虽然身为律政司司长 但他不会猜到审讯期会变成这么长 因而对被告造成这么大的损害 所以也不应付他作出赔偿 最后高等法院法官欧阳桂鱼 是剔除了这宗索偿诉讼 还下令尼泊尔席的女保安员 要支付九十万元的诉讼 费给五名被告 可以说这位女保安员是得不常失 至于另一宗民事诉讼又是什么呢? 正如在上面所说 审讯的第二天下午 因为女被告迟到一分钟 而被何官下令他需要缴交一百元的保释金 所以他就向区域法院作出民事索偿 希望何丽明裁判官 会赔上他因为这一百元而引起的感情伤害 而索偿的金额是一百七十万八千八百元 在上一宗民事索偿内 法官欧阳桂鱼认为他的指控是无理取闹 所说无聊 这宗因为一百元而向执行职务的裁判官 索偿超过一百七十万的案件 又是否无理取闹、琐碎无聊呢? 结果 同样是姓欧阳的法官欧阳浩荣 最后是批准了这次索偿的申请 只是赔偿的金额未必是一百七十万 要再评定才有结果 那为何这两次民事索偿的最后裁判差那么远? 希望大家可以给点耐性 我接下来就会长时间讲一下 欧阳浩荣法官这次裁判的根据究究竟是怎样的 由于今次的民事诉讼 不小心过马路案的被告提控 而被告的是不小心过马路案的裁判官 所以接下来 我会将原本不小心过马路案的女被告称为原告 而原本不小心过马路案的裁判官称为被告 这次真的名符其实 被告变原告 而法官变被告 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一宗民事诉讼的时序 因为这一宗案的最后判决 和这个时序是很有关系的 尼泊尔籍的女原告 是在2019年4月4日 日品区域法院向何丽明裁判官索偿 而区域法院法官欧阳浩荣 是要求何官在2019年6月17日前 就要呈交抗辩书 但由于何官没有依时呈交抗辩书 所以欧阳浩荣法官就在2019年6月20日 发出unless order 要求何官在2019年6月22日前 承交抗辩书 究竟什么是unless order 所谓unless order 就是除非能够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 根据法庭的指示去执行某行动 否则法庭就会直接作出裁决 所以我们可以试unless order 是法庭作出的最后通牒 因为原本法官要求何官 在6月17日之前 承交抗辩书 但何官并没有依时完成 所以法官就再向何官发出最后通牒 即unless order 要求何官在6月22日前承交抗辩书 否则他会直接作出裁决 而由于是你没有交抗辩书 所以效果上等于你放弃了抗辩的权利 那直接裁决的结果 当然就是对何官不利 最后 何官的确在限期之前 交了文件去法庭 但这份文件不是抗辩书 而是向法庭要求剔除向何官申索的申请 那又何谓要求剔除申索的申请 简单说 就是何官认为这次索偿 是完全无理取闹的 不合乎公义的 不单止认为自己没有需要赔偿给原告 他直接认为法庭开庭审的这些案件 都是不公义的 所以他认为应该要剔除它 不要审 只要一审便是不公义的 所以我们知道 到目前为止 欧阳浩荣法官是要处理两件事的 第一 就是处理何官要求剔除申索的申请 如果何官的申请成功 那这一案子就不用审下去了 但如果何官这次要求是不成功的话 法庭就要继续处理第二件事 即是正式审理这次申索的要求 好 那我们首先看看 究竟法庭是如何处理 要求剔除申索的申请 原来何官是基于五点理据 要求剔除申索申请 第一 他认为这次申索 是完全无道理 是琐碎无聊 第二 他认为裁判官因为执行职务 而被民事控诉 是有损司法独立的精神 第三 他认为应该是以司法复限的方式 提出质疑 而不应该以个人名誉 提出起诉 第四 这次索偿的效果 相等于是同一事情 进行两次起诉的效果 第五 向裁判官作出起诉 是威胁退出审理 不小心过路案的手段 这五点理据 在传媒的报道中 只是轻轻大过 但我个人认为 这个被传媒忽略的理据 其中头两项 其实是很有价值 作为训练法理逻辑的教材 所以我特别在这里 详细分析一下法官 是如何回应这两点理据 首先是第一点 何官认为 自己有权要求当时的被告作出保释 这是裁判官的职权范围 而且根据裁判官条例 第125条 如果裁判官作出职权范围以内的决定 除非原告人能证明 这个决定是唯有恶意的 否则不能向裁判官作出控诉 但何官还带回头盔 他说 即使自己真的无权要求当时的被告作出保释 即使这真的超出了裁判官的职权范围 只要何官自己能够证明这个决定不是出于恶意 也是不能对何官作出起诉 简单来说 即使如果何官是有权要求当时的被告交出100元的保释金 那女被告就要证明何官是不是怀有恶意 但如果何官其实是无权要求当时的被告交出100元保释金 那就要变成何官自己要证明自己是没有恶意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 何官是认为这次索尝的起诉是毫无道理 那法官又是怎样回应这个理据呢? 欧阳浩荣是这样回应的 既然如果何官是有权要求当时的被告交出保释金的话 当时的女被告是要证明何官有恶意的 而如果何官是无权要求当时的被告交出保释金的 就要何官自己证明没有怀恶意了 即是说 我们至少有两件事情需要判断的 第一,究竟何官在法律上是否真的有权要求当时的女被告交出100元保释金呢? 第二,究竟何官这个行动是否唯有恶意呢? 无论最后要由女被告去证明何官有恶意 还是何官自己证明自己没有恶意 这都是一个需要判断的议题 是需要经法庭去审理的 那怎样可以说这次的起诉是毫无道理呢? 所以本席是迫回这一项申请理据的 相信大家都会认为法官这段说话是很明显地合理的 那即是说 相信大家都会认为何官的第一点理据是明显地不合理的 好,那我们现在看看何官提出的第二点理据又是什么? 看看今次他又合不合理 何官认为 根据基本法第85条规定 为保持司法独立 司法人员在履行职务的时候是免受起诉的 而今次指控何官的 就是有关何官在审案的时候作出的一个决定 所以根据基本法第85条 这个诉讼应该被剔除的 那么违反基本法这麽大件事 法官是怎样回应这一点呢? 欧阳浩荣法官大致上这样回应 何官在第一项理据所引用的是 裁判官条例的125条和126条 根据这两条条例 如果裁判官在履行职务的时候 无论所作的行为是职权范围以内还是意外 只要是怀有恶意的 就可以被起诉的 即是说香港法例是容许对裁判官在履行职务的时候的行为作出起诉的 而有关法例的根据就是裁判官条例125条和126条 究竟这两条条例是否真的违反基本法第85条呢? 由于到现在仍然没有人提出这个挑战 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两条裁判官条例仍然是有效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无理由不根据这两条条例去审议今次的诉讼 所以本席是迫回这一项理据的 就是这样,欧阳浩荣法官是将何官的第二点理据都迫回了 然后之后,法官是继续将何官所提的五点理据全部都一一迫回 即是说,何官想剔除这次申索的申请是正式失败了 也即是说,法庭是要正式审理 原告Tapakamana对何丽明裁判官的申索申请的 但很戏剧性的就是 这个审讯未正式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因为正如我上面所说 欧阳浩荣法官在6月20日发出了unless order 要求何官在6月22日前承交抗辩书 否则就会作出直接的裁决 而何官在6月19日交出来的 只是有关要求剔除申索的申请 之后他没有再根据unless order的承交抗辩书 既然已经迫回了有关剔除这次申索的申请 所以欧阳浩荣法官就可以根据unless order 直接作出裁决 批准尼泊尔席的原告Tapakamana对何官的申索申请 而且在裁决的时候,法官还批评何官态度傲慢 不理会法庭的指令,连unless order都竟然置诸不理 当然,虽然法官批准了这次申索 但不是你说有170万就判你170万 你说你因为这件事心灵受损 但你也要证明你有多受损 才可以判决你是不是值170万 所以法官到现在这刻都未订出赔偿金额 而我相信何官很可能会上诉 所以相信案件还未完结,仍然有后续 那后续是怎样?我们留待将来再讨论 不过这宗案,虽然跟劳包包袭击案一样 都是微认的案件 但这宗案对香港司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是远不及劳包包袭击案的 但也不是毫无价值的 例如,在这宗案中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是多么完善的司法制度 都被不可有不完美的司法人员 当有不完美的司法人员出现在这个制度的时候 正正是考验我们这个司法系统 是不是真的有完善自我制行机制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自我制行和自我修正错误的机制 在这宗案内仍然运作良好的 至少我们看到,即使出现多么笑话的情况 在机制上还可以对下一次审讯展示一个良好的标准 但这个自我修正的机制 又是否真的万事万灵,一直运作良好的呢? 将来我们不知道 但之前我们知道曾经出事 在下宗期案解构《余伟法冤案》里面 我就是想策架一下 是不是真的曾经有人 跌进了香港司法制度的盲区 而令到司法机构自我修正机制 是完全失效的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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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